国防部史上最强发言人是外界给罗绍和的称号 任期间经手过许多重大案件 更大胆翻转军中保守的刻板印象 而在这么多光环的招要下提前退休 接下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一职热心公益 安德烈慈善协会也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安德烈食物银行 我主要是在做我们全台湾弱势家庭儿童的关怀的工作 另外我们也针对65岁以上的弱势家庭的长者 协助他们度过困难 很难想象这么一位文职彬彬 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笑容的罗绍和 陈丽金父亲家暴 母亲出走 并辗转寄住在育幼院及寄养家庭等遭遇 但这些难以想象的悲惨过往 却成了他助人的动力 因为小的时候我是生长在一个弱势的家庭 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家庭 那我的家庭除了贫困弱势以外 我的父亲他也有酗酒的问题 家暴的问题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我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回馈这个社会 成长过程的阴暗并没有阻挡未来的光明 罗绍和将自身的经历撰写成一本书 书名为有温度的人 希望透过自身的故事 温暖社会 散播正能量 那我出这本书的原因呢 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我自己的亲身的 成长的背景 我的经历 能够去鼓励更多 身处在辛苦环境当中的人 鼓励他们 人生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幸福的事情 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 或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用一个乐观 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一切的挑战跟环境 那我相信我们总会度过一切的困难 当然最终的期盼就是希望需要帮助的人 需要关怀的人越少越好 那越少需要我们帮助跟关怀的人 代表我们的社会就是越和谐越美好 所以我希望不只是我们安德烈 包括所有的台湾的社会的单位 所关怀帮助的对象能够越来越少 台湾的社会能够越来越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